阿波羅新聞網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莫斯科號被擊沉後 傳俄軍再遭最沉重單一損失 影響幾何 日本政府預算案通過 規模和軍費開支創新高 和新西蘭達情報共享 中共二東全會閉幕 超級東廠建立 一命嗚呼可能大增 中共南海再添兩大強敵 歡迎您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2月28號 星期二 亞洲時間星期三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推動油管把這些真相視頻推薦給大家 也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莫斯科號被擊沉後 傳俄軍再遭最沉重單一損失 影響幾何 白俄羅斯抵抗組織週一發消息稱 他們使用無人機在距離明斯克12公里的空軍基地 炸毀了一架俄羅斯空軍的A-50預警機 這一反抗組織 白炮的領導人阿澤勞在流亡波蘭的白俄羅斯媒體發消息稱 是兩名白俄羅斯遊擊隊員實施了炸毀一事 相關操作人已逃離國外 目前安全 以上信息還沒有得到獨立機構的證實 莫斯科官方迄今尚未發表評述 德國之聲報導 據目前可以證實的消息 的確有一架俄軍A-50預警機嚴重受損 其雷達天線 飛機的前部以及中部被兩枚炸彈擊中 現已無法執行任務 人們還通過公開的微星圖片知道 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進行了聯合軍演後 俄羅斯空軍的一架A-50停泊在明斯克附近 發帖人是美國軍事博客戰區博主及主編羅格威 他還寫道 俄羅斯一共擁有大約50架A-50預警機 其中10架可以隨時升空 一般而言 總有一架停留在敘利亞執行任務 俄羅斯A-50雄風預警機 在北約的代號為支柱 是在運輸機基礎上開發的預警機 具有指揮和控制能力 能夠飛行9至10小時 最多同時探測60個目標 網路軍事媒體《近日軍事》指出 該機型構成俄羅斯空中偵察的極柱 每架價值約高達5億美元 對俄軍而言 A-50雄風被擊毀 是俄羅斯黑海艦隊旗艦莫斯科號 去年4月被擊沉後最沉重的單一損失 《近日軍事》還指出 A-50雄風預警機於上世紀80年代首次投入使用 目前處在將被淘汰狀態 更新機型是A-50U 俄羅斯計畫將投入更先進的A-100 不過這一計畫因缺乏晶元一再被推遲 日本政府預算案通過 規模和軍費開支創新高 和新西蘭達情報共享 日本國會眾議院星期二投票通過了日本政府提交的 創下歷史新高的114萬億日元2023財政年度預算案 其中包括同樣創下歷史記錄的6.8萬億日元的國防開支 同比增加20% 為日本加強軍備以抵禦中共軍力和影響力擴張鋪平的道路 該預算案隨後將由參議院審核 但是根據日本憲法 即使參議院對此不進行表決或未獲通過 該預算案也將在30天後的3月底自動生效 日本外交大臣林方正和新西蘭外交部長娜納娜亞馬虎塔 周一 在東京同意加快關於情報共享協議的談判 出於對中共日益咄咄逼人的共同擔憂 這兩個島國誓言要加強印太地區的安全聯繫與合作 中共二中全會閉幕 超級東廠建立 一命嗚呼可能大增 2月26日至28日 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二十屆二中全會閉幕 新華社發布會議公報 會中審議通過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其中部分內容將依程序提交中國全國人大會議審議 但公報並未提到方案具體內容 香港《明報》2月23日引述消息稱 中共公安部和國安部將脫離國務院系統 話歸新的中共中央內委會同管 由習近平親信 中共公安部長王小洪主抓 此外 金融等機構也將脫離國務院 部分部委將被裁撤 時事評論員秦鵬在《秦鵬觀察》中表示 這一變化被很多人形容為超級東廠建立 中共已經有兩個錦衣衛機構 中紀委和政法委 但中南海還要再成立一個新的機構 這凸顯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 對執政安全極度不自信 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 17次提到鬥爭 73次提及安全 要求全黨準備經受風刀浪跡 本次二中全會公報中也特別提到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 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 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 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 必須準備經受風刀浪跡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時事評論員周曉輝日前表示 新一屆機構改革將無可避免地在中共黨內上下掀起波濤 甚至巨浪 許多官員的利益將受到觸動 可能會加劇黨內之亂 社會反抗 習近平成立內委會不僅僅是削弱黨內存在的反對力量 進一步集權 更是有針對性的監控 防範來自民眾的挑戰 時事評論員石山分析 目前中共面臨內外交困 各種難題接連不斷 經濟下滑已成定局 而此時的機構大改革 可能帶來致命後果 這如同一個人長了癌症 是否立即動大手術 需要看身體情況 如果身體虛弱不堪 一個大手術可能就是致命的 好醫生會先保守治療 待身體有所恢復才動手術 習近平對黨國體制大動干戈 又恰逢內外各種驚濤駭浪 一命呜呼的可能性怕是大大增加 中部南海再添兩大強敵 菲律賓計畫與美國在南海舉行聯合巡航 菲律賓駐美國大使羅莫爾德茲告訴路透社 相關會議已經確定 我們可能會讓日本和澳大利亞加入 他表示 日澳兩國希望加入聯合巡航 以確保行為準則和航行自由 但目前這仍然是一個正在討論的想法 德國之聲報導 此前 澳大利亞和美國已經分別與菲律賓討論了聯合巡航的問題 因為他們擔心中國在南海的強硬態度 會影響區域安全及經貿發展 由於美國 日本和澳大利亞曾舉行三邊海軍演習 羅莫爾德茲認為 與這些國家的聯合巡航將對菲律賓和整個地區有利 路透社指出 如果該聯合巡航計畫得以實現 將向中共發出一致的警戒信息 而這也會是菲律賓首次加入中國南海的多邊海上巡邏 此舉可能會激怒聲稱此海域大部分為其領土的中共政府 上週 澳大利亞國防部長馬爾斯基表示 澳國希望擴大於菲律賓的雙邊房屋關係 稱聯合巡航是下一步 華盛頓對菲律賓在其領土權力方面採取更強硬的立場感到非常高興 羅莫爾德茲補充說 今天美國和菲律賓之間的關係絕對處於最佳狀態 而針對此次四國聯合巡航 菲律賓海軍前副司令 求德王告訴路透社 除了美國之外 巡邏讓我們有了一個對抗中共的替代夥伴 同時 求德王也強調 無論我們喜歡與否 我們都需要校準我們與美國的活動 以確保我們不會被捲入僅存在於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問題 從一系列的巡航會議 基於美國的重新接觸 可看出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思 急於調整非國與其歷史盟友的關係 擺脫前任總統杜特爾特對華盛頓的敵對態度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二中全會焦點 習或將他出臺 意欲何為? 習近平進退兩難 會不會就坡下驢? 突發UFO 俄籍宣布機場全面暫停起降 關閉半徑200公里空域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請您訂閱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再會